另外这真的是太危险了 台北市精华路段松龙路 最近完成路瓶施工之后呢 才被检举说路灯没电源 追查出来原来是没有铺设电线 那赶快铺啊 好了紧急重铺电线 确实把高压电线呢 就直接暴露在外面 而且就拿这个普通的这个塑胶的水管 给它包起来 哎这要是碰到天气太热啊 它会融或者下雨天啊 又漏水啊漏电啊 这个可是一个大危机 台北市精华地段松龙路 才刚完成路瓶专案 道路是很笔直平整没错 但现在却出了大包 因为在施工时 竟然忘记把220瓦的高压电线 先埋在地底下 导致铺完搏油后 电线还在外头 现在只能用简易的水管包住 好危险 怕真超过那些啊 就是那个 万一那个电脑 漏电都危险了 那个是220人 那会电死 会很危险会电死人 真的很离谱 民众投诉松龙路路瓶专案 完工之后 发现路灯怎么会没电源 追查之下 原来是根本没有买管线 不过补救措施 却是把高压电线曝露在外 只用这样的灰色塑胶管固定 让民众好担心 这个是水管呢 焦花用的洗车用的水管 这个剪较也会断掉 静静用剪刀 就能把包裹高压电的塑胶管剪开 真的是让人心惊惊惊 因为如果台风日晒又遇到下雨 行人或骑士经过 恐怕都会有触电危机 我们跟工员处这边已经进行协调 那施工的方式大家双方也有共识 然后应该近期会来做改善 夸张的是 这段路平工程 101年8月施工 才花两个月就完工 全程两公里 却耗费3000多万元 现在出了大包 还要多花钱再做改善 政府浪费公堂 再停一桩 中间新闻阿公雅麦 黄元渊台北采访报道